大家好,那么台湾媒体刚刚报道,新竹空军基地编号2047的幻影战机在夜间巡航时晚上8点35分失事 飞行员是哨校跳伞加以空军救援队搜救直升机已经起飞搜救 搜救人员根据飞行员的讯号位置在晚间9点顺利在新竹外海救回飞行员 叫谢佩训,预计正朝新竹空军基地回航 出不了解,生命迹象稳定,飞行员生命迹象稳定 预计将送到桃园国军总医院新竹分院进行进一步观察 这次是幻影2000战机失去动力 晚间幻影2000方面出现紧急情况以后 顾立雄还有台防部的负责人抵达现场 要求派遣海空兵力全力搜救并理清原因 台防部的10号证实空军第二连队一架幻影2000战机 单座战机,晚间执行夜间训练科目 于8点05分在新竹外海动力消失,飞行员跳伞 顾立雄获悉后要求派遣搜救并尽早救回飞行员 特别播放了啊,融入原住民传统音乐改编的国歌 赖清德呢,受邀出席致辞 提出呢,三项身为总统三军统帅肩负的使命 并且强调,有主权才有国家 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 是啊,那就咱们宣布台湾国不就完了吗 对吧,赶快赶快,咱们就宣布建国不就完了 赖清德至此表示,台湾人民经过几十年的努力 从专制独裁走到自由民主,人权的生活 从农业时代进入到科技时代 台湾已经走到要共同维护,珍惜得来不易成果极端 中国没有放弃武力攻打台湾 不仅文攻武吓不断战斗机船舰跨越台湾中线 逼近台湾,无时无日不再进行 甚至在世界各地进行政治企图 将会危害侵害台湾人民的民主自由成就与经济发展果实 为了避免中国侵害台湾人民的自由民主成就与经济发展果实 最基本的工作是避免防止中国统战 如果在面对中国并吞时,台湾社会能够提升全民防卫 韧性并结合海外侨领,大家共同合作 相信一定可以进一步确保对台湾的保障 他提到三军统帅的使命 第一使命是维护国家生存发展 有主权才有国家,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 中国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等同要求台湾让渡主权 台湾一旦让渡主权,国家就不保 它会团结国人永远坚持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国互隶属 坚持主权,不容侵犯并吞 坚持中华民国台湾的前途有2300万人自行决定 这就非常有趣,可以看到他提到的第一项 维持自己的生存发展,要有主权 那么你的主权,现在你的中华民国这个名字 在联合国是不被承认的 因为联合国承认一个中国,one China 那么你如果加入联合国就是两个 China 你也叫 China 那这样的话联合国是不可能给你主权 你也不会拥有主权 那么也就是说你要想在国际上真的获得主权的承认的话 就只能用什么?用台湾 用台湾呢,实际上呢,现在看赖清德 你从他最后讲这个话,也可以看 坚持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国互不隶属 又在主权问题上,他又把中华民国搬出来 因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国际上现在公认的两个实体 因为世界上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叫台湾国 因为台湾国也从来没有宣布建立过 所以只有中华民国 所以我不知道台湾能不能理解 就是赖清德现在在玩文字游戏 他一方面要讲台湾呢,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 另一方面呢,又要在主权问题上呢 又要让中华民国的主权让度给台湾 也就是说穿个马甲变成台湾国 然后呢,在中国这个问题上呢 又说中国打压你 实际上是你在用中国离鬼的问题 你用中国这个名义在全世界招摇撞骗 说你也叫中国 你打着中国的旗号在联合国 你要求加入联合国 不同意就说我打压台湾 其实不同意的是你叫中国加入联合国 对吧 让你用什么 用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 赖清德说我不能 为什么 因为你用台湾的名义就得宣布建国 宣布建国的话 那会改变整个中国和美国的地缘政治 会破坏二战结果 美国也不同意台湾建国 听到了吧 美国也说我不支持台独 那就是你在做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事 然后用中华民国和台湾共同来 污蔑中国对台湾的压迫 中国说的是什么 是你不能用中国两个字 那么你又自己不能宣布叫台湾 然后你把这归罪于中国 说中国打压你 然后呢 绑架台湾人的意识形态 和中国对抗 和中国的对抗的结果呢 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你自己又不能独立 你看就形成一个闭环 这就像诈骗啊 诈骗说我永远做不到 但是呢 我永远要让你们抱有希望 而且永远你看中国在国际上 打压你的时候 你会觉得哎呀 中国不好 中国打压我们 我们会仇恨中国 但实际上你自己就叫中国 这就我每次啊 台湾题就非常有趣的地方 你自己拿着中国 叫着中国 用着中国 写着中国 在护照上都写着中国两个字 然后在全世界 说自己是台湾 然后给人家的证件 文件上写的都是中国 还要拿中国 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 那是侵犯了中国在联合国内 合法权益 中国反对的话 你就说打压台湾 台湾人就会叫嚣 你看中国打压我们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和中国对着干 一定要撕毁中国的国旗 一定要把中国怎么怎么样 是你们自己叫做中国 你们自己不宣布独立 你们叫中国 结果不和中国统一 然后一定要强调什么 那大陆想起这个问题呢 大陆提出啊 一国两制 那台湾又不接受 对吧 那么你一定要独立 独立因为自己又不改国民 就像赖清泽自己讲了 对吧 那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 那现在在主权问题上呢 又是什么呢 又是坚持中华民国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 不是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呢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的主权 那你台湾现在要做什么呢 你是不是要先解中华民国的主权问题 你才有后面的台湾的主权问题 赖清德不做 然后要两千三万人决定自己的命运 那我一直在讲你们决定命运吧 赶快宣布独立吧 不行 为什么美国不支持你 美国不支持你独立 没人说没人理 就说美国支持我 但是美国实际上最反对你独立的 但是台湾人呢 不能骂美国 也不能说美国不支持我独立 对吧 你问问美国知不是你独立 你看马上闭嘴 整个台湾社会没有一句怨言 大陆说什么都不对 有没有趣 我这是站在理上说 咱们好好评评治理 凭什么美国不让你建国 美国不支持你建国 不支持你独立 你们连一句怨言都没有 中国给了你一国两制 不行 那你们要的不是所谓的独立 你们要的是什么 要的就是和中国对抗 要的就是和中国过不去 要的就是被美国绑架 变成美国围堵中国一个工具 说白了 跟独立不独立没关系 独立不得没关系 你们要的就是和中国对抗 要的就是变成美国一个马仔工具 为美国利服 就像乌克兰一样 挺火不重要 打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我消耗俄罗斯 我今天把这个台湾市说清楚 赖清德接着说 第二项使命呢 是保护全体 国人生命财产安全 和平无价 战争没有赢家 但他强调 和平绝对不是靠 和平协议就能获得 和平必须靠实力 政府会落实 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假话 因为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那么他一直在强调 台独就会招致来战争 那么招致来战争 他又要什么 和平行动方案 和平行动方案 里边主要强调 是台湾和大陆一边一国 那么两国论招来的 绝对不是和平 招来的是战争 那么也就是把一个 招致战争的行动方案 前面加了和平两个字 让台湾人认为 这能给台湾带来和平 台独永远是战争 因为他破坏了 二战以后的世界秩序 有没有趣 赖清德第三项 照顾两千三百人的生活 饭碗要顾 明年中央政府总预算 要超过新台币三兆 不是举债 而是税收超过三兆 从赖清德这个简化也可以看到 现在民进党 特别是台湾岛内 正在什么呢 逐渐的推动台湾岛内 这种台独意识 特别是中华民国和台湾国之间 这种特殊关系 要把中华民国消灭掉 有台湾才有中华民国 那么也就是说你中华民国 你是落难到了台湾 有了台湾才保证了中华民国 那么实际上赖清德的想法呢 还是我这个台湾 我们先有的什么 先有的我们的主权 然后给了中华民国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这里边有个逻辑 就为什么中华民国能够到台湾 赖清德能不能解释 如果你台湾真的有主权的话 为什么中华民国会到你台湾 而不是日本 不是菲律宾 对吧 不是俄国人 不是韩国人 不是越南人 为什么是中华民国 中国人 那台湾的主权我不想多讲 你从这个事情上 赖清德讲这个话 所有学过历史 所有逻辑人应该知道 如果中华民国到台湾之前 台湾有主权 那么中华民国到台湾算什么 如果台湾没有主权 那么台湾的主权 现在强调的中华民国 他这个所谓的主权 和你台湾 你的主权之间 有没有关系 是不是台湾和中华民国 本就互不一熟呢 这是我今天要强调 就是台湾人老强调 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国 互不隶属 那么台湾和中华民国 如果按照赖清德 他这个逻辑 那也是互不隶属 是不是这样 如果是先有台湾 再有中华民国 两个独立实体 对吧 那我是两个独立的实体 先有的台湾 再有的中华民国 那么中华民国和台湾 那就是互不干涉的 两个独立实体 就像中华人民国和中华民国 两个独立的实体 互不隶属 既然台湾和中华民国 按照赖清德的说法 互不隶属 那何谈主权呢 现在 你赖清德现在在国际上的主权 用的是中华民国 也就是说你台湾 所谓的你的台湾两个字 后面没有主权 你穿这个马甲 是中华民国的主权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大家理不理解 所以赖清德在用逻辑上 这种逻辑的陷阱 给台湾人挖坑 让台湾人觉得 好像是这样 什么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 互不隶属 但是赖清德这个话 先有台湾再有中华民国 也间接的什么 说明了台湾和中华民国 本就互不隶属 这是台湾人的叙述 但是这个逻辑上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我说 你看赖清德 看民进党 他们讲的话 根本毫无逻辑 没有法律 没有法律 想怎么说怎么说 台湾先有 后有中华民国两个独立实体 那现在就叫中华民国台湾 又合在一起 那为什么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能合在一起呢 对吧 先有中华民国 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合在一起 你看台湾人就解释不了了 就台湾人的理解呢 中华民国和台湾 他们两个合在一起 可以叫中华民国台湾 我们是一起的 但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是互不隶属 那你们永远不能合并 有没有趣 就有时候你会发现 就民进党有时候给自己挖坑 挖来挖去 逻辑上就绕进去 他说不通 我告诉你 这些台独分子 他们要的是什么 听美国话 消耗中国人 消耗台湾人 消耗周边一切资源 为美国服务 就像乌克兰一样 就是美国工具而已 我今天跟你讲这些东西 大家都听得很懂 很明白 知道逻辑上 台独分子是放屁 没有用 他们还会继续 按照原来非常鬼扯的逻辑 给你洗脑 目的是什么 就是继续按照美国的方针 美国的方略 继续消耗中国 围堵中国 遏制中国 刺探中国 打压中国 恶心中国 这就是台湾 这就是美国 绝对不让你好过 台湾它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美国服务 根本不是什么2300万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民进党这些人 还有台湾很多人 他知道自己的命运 他也知道 就是美国的一个工具 但是他们改变不了 这就是我一直 我说台湾非常可怜 但是可怜人 也必有可恨之处 他们脑中的意识形态 脑中的反中 抗中 这种情绪 已经根深蒂固了 这就是受的教育 所以我一直在讲 中国想要和台湾和平统一 不是那么简单的 也希望不打 明眼人都知道 最后就是打出台湾牌 两岸 用武力解决 最好的就是武力解决 迅速解决台湾 不像乌克兰问题 牵扯时间太长 这对台湾来说 我觉得也是最好的结果 所以有时候你会发现 赖清德讲很多话 他是毫无逻辑的 台湾 中华民国 可以并在一起 两个互不隶属的 可以放在一起 竟然同样拥有主权 同样两个对立的 两个互不隶属的 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国 就不能和在一起 台湾未来要独立 但是美国又不支持 你看 一直这个逻辑 转来转去 就是不宣布独立 美国也不支持 然后用中华民国 去恶心中国 在全世界 拿着护照 拿着中国两字 在全世界 诋毁中国 谩骂中国 外国人一看 你不也叫中国吗 你也叫中国 你怎么在全世界 恶心中国呢 台湾说 我们不是中国 我们是台湾 是啊 外国人想 你既然是台湾 为什么不改名 不宣布独立 不把他们护照上 中国两字去掉呢 台湾立刻 顾左右而言他 立刻说 都怨中国 听懂了吧 都怨中国 台湾玩政治 可容易了 管他那些结果 反正我们为美国服务就行 我们拿着美国绿卡 替美国卖命 说你中国不好就行 恶心你中国就行 颠覆你中国就行 碎片化你中国就行 奴役你中国就行 在你中国挣着钱 天天打压你中国就行 你看那个长龙 这是我最讨厌台湾人 最讨厌那帮海外 那帮天天拿着美国绿卡 拿着美国护照 天天恶心中国 那帮败类 完了每天还得上中文自媒体 上中文网站 你爸爸美国没有望占吗 怎么到那帮洋人 是不是把你吊打呀 到这找优越感 牲口畜生